婆婆妈妈热烈舞动朝着现场气氛 2022加东乡农会农民节表扬即庆祝大会 除了表扬有者农友 以及乡镇的稻米达人冠军外 为了力挺在地农特产 也特别办理市集及美食品尝会 现场热闹非凡 今天是我们111年度的农民节表扬大会 那也是我们今年第一次来承办 稻米达人冠军赛的乡镇赛 今天也一并在今天来做颁奖典礼 那为了响应力挺石斑鱼 加东乡是一个养殖鱼香 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有在养殖石斑鱼 所以我们今天的农民节大会 我们也用石斑鱼汤来做今天的 所有表扬人员的一个产品 今年度是加东乡首次办理香镇到米达人冠军赛 除了推广加东乡也能中毫米 更希望能选出优秀选手 代表屏东加东去参与全国赛事 很感谢农会去帮我们协助这次 办理这次的乡镇比赛 让我们有这一次的参加竞技比赛的机会 全家人生说大家很欢迎 来农会这次做这个很好 这样 除了热闹的活动市集 为了推广在地米食 农会更把知名版调摊给搬进会场来 让受奖人员都能品尝到这美味 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米食推广 那加东乡养殖鱼乡海味的客家版调很有名 那今天我们把我们的客家版调的摊位 在我们今天的会场 让今天的表彰人员受奖人员都能品尝到 加东很棒的海味版调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整个活动的呈现 不少参与农友强调 很肯定农会再次办理农民节 希望透过节日推广 行销在地优质农特产 也能建立农友们信心 同时也鼓励更多详情朋友 永远来采卖 加东乡在地生产的优质农产品 给予中年辛苦的农民朋友赞相 记者不亦听张志豪 采访报道